下面还有一位大哥也挺激动的逛了一动物园愣要往虎山里跳 记者先生就在洛阳市的王朝古内在几个小时前视频中的这名男子就是从记者右手边的光光缆车跳下去的 大家可以看到在光光缆车的正大方就是谷原在谷原中现在还有正大活动的老鼓 得到有人落网的时候人家把老鼓收容就是采取救援我就把梯子靠上去慢慢的向我这边靠近 这是对这个因为我的网和地面是大概十四里的地面 那么这名男子为什么会做出如此分环的举动 当我见过他的时候他告诉我第一个话就是 在我的空中的话我感觉他是不是在寻求刺激要干啥 寻求刺激也不能拿自己的生命开玩笑啊 这次幸亏有防护网救援也算及时不然真是要落入虎口啊 以后还是要长点心吧 大参考记者程帆崔传深洛阳报道